我还你好 各位观众 杨胜杯的世界女子高尔夫对技锦标赛今天闭幕了 瑞典以三天445关的成绩夺下了团体冠军 而个人冠军则是由瑞典的纽迈以及英格安的选手强生并列 另外李总统邓辉先生今天也到这项比赛的球场打了18栋的球 并且在颁奖典礼当中致辞 今天杨胜球场的天气虽然是艳阳高照 但是却催着令选手难以抗拒的强风 使得选手的身手依旧难以发挥 昨天暂时领先的瑞典队 今天两位选手打出了153干 以三天总干高于标准干13干的445干 夺下了团体组的冠军 并且获得10万美元的冠军奖金 而瑞典队正宗的金法美女纽曼 今天虽然打出了高于标准干6干的78干 是她三天比赛以来最差的成绩 但是仍然是以总干219干 和英格兰的强生并列个人组的冠军 而英格兰队由于强生以及戴维斯 今天维持了水准 使得团体成绩没有被瑞典队拉开 最后是以447干获得团体组的亚军 至于中华队的李文林 今天虽然打出了凭标准干的72干 是所有选手当中最好的成绩 但是因为中华队前两天落后太多 团体成绩和南非意大利并列第13名 另外李总统邓辉先生 今天下午也到了阳升球场打球 由于今天来看球的民众很多 不少人都目睹了李总统打球的风采 当总统打出好球的时候 场边都会响起热烈的掌声 李总统在打完球之后 也立临了地幕典礼会场致辞